也是傻眼的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人 号制灯小绿人会走路的那个有没有 现在满十年了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有名 还有什么日本啊德国啊都会跑来学 结果现在传出来说高雄市政府要把这个会动的小绿人呢 换成不会动的小黑人啦 结果呢就有人就开始有争议说 对啦市政府说这样子是比较省电啦 用那个LED但是呢算一算看 一个灯呢换掉要花一万块钱 然后要一百二十五个月才能够回收 一个月只有省掉八十万 其实呢光是换掉五个路口呢 就要花七十几万这样算算干美好 而且呢其实把这个红绿灯的号制要换掉 这难道不用全台湾都要统一的吗 还是你到高雄你一看就看不懂了 其实这个是要依照程序要报请交通部讨论的 结果呢高雄市政府不但没有 而且其实在上个月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就开始试用已经先开跑了 行人号制灯上狂奔的小绿人 在高雄市街头即将换成这种 不会动的小黑人 高雄市政府为了省电计划 全面更换小绿人 传统是有两个灯 那它就是可以省一盏灯的费用 跟它的节能 就可以省一盏灯 便到它两边就开始减少那个灯 那我们初步来看是说 上次我来看我是觉得说 这个排面上以后 如果真正实施的时候还可以放大一点 现在看起来比较小 有人看不清楚吗 那另外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个小黑人这个不动 我们希望说在真正要实施的时候 可以把小黑人也变成可以动的 小绿人跟小黑人有什么不一样 原本的小绿人有两个灯面 会走会跑还有秒数倒数 但小黑人只剩下一个灯面 只站着不动 没有独秒 但是LED灯会慢慢熄灭 不过小绿人一个造价三万元 小黑人一个只要一万三千元 还节省四分之一的电费 虽然能省电 但是真的让高雄市民看得很不习惯 试用期到今年六月份 民众能接受的话就全面换掉小绿人 此举让市议员痛批 没省电先花大钱 一个路口 才省七十多块 这样看你换算起来 装一个这样子弄就要十七万 一个路口 所以我觉得省电是借口 除了有浪费公帑 嫌疑情人后市单是全国统一 要更改得透过程序报部讨论 高雄市擅自更换 并没有经过交通部同意 所以目前的试用还是没有合法 万一没通过又是一笔浪费 中天新闻 刘一清高末柔 高雄报道 中天新闻